大家好,我是雨润秋思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织这个螺纹针的时候 双螺纹,单螺纹,三螺纹都可以 织螺纹针的时候,我们要换线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平时我们换线都是这样换 就是正常的该织什么针就织什么针 你看,换出线来这块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呢,它衔接的地方也是这样的 看着呢,不是那么特别的漂亮 就是,衔接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用了一个小技巧 应该说非常小的技巧 之后,你看,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呢,你看它这个衔接的地方 就非常整齐了 特别整齐,比下面这个要整齐好看 漂亮,是不是 那么,好,这个小技巧 告诉大家 其实它非常简单 我们在换线的时候 正面换线 然后 我们正面换线的时候 不是螺纹针吗 两针上两针下 这个 那么你在织的时候 正面换线的时候呢 这两针下针 我们也把它织成下针 也就是说 螺纹针在正面换线的第一行 正面 我们要把它织一行下针 织一行下针 然后 翻过来 反面 或者是你圈织的时候 正面 就该织什么针 你就织什么针了 这是上针 这两针是下针 这就是变成了两针上两针下了 那就是第二行 就正常之了 看 就正常之 然后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你看 这样这个整个的混线的时候呢 这个结 连接的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平整 是吧 非常漂亮 跟前面这个比 前面这个比呢 就是这样的了 你看这个后面这个针接 就非常的顺畅了 那么 这回呢 在织的时候 我们下面在不换线的情况下 在织的时候呢 就是正常织了 两针上两针下了 就是在第一行换线的时候 我们把它织一行下针 这个小技巧很小 但是我们应用到换线的这样的一个 颜色的毛衣当中 织出来之后呢 就非常显得漂亮了 看 是吧 小技巧里边还是有大学问的 啊 好 你学会了吗 好 如果你喜欢就给我点赞吧 好 再见